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12号星期二 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焦点 我是维仁 马上带大家来看到最新消息 今天美国东部上午时间10点15分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在美国财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发表说话 他表示呢 中美的高层贸易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的一周 双方正在努力达成协议 而从平息的全球两大基金体之间的贸易战争 试图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今天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呢 莱特希泽他同时也警告表示呢 目前相关美国精确关注的中国经济结构 以及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等议题还是没有解决 美国总统川普不会批准 一项缺乏这个查核机制 以及中方大举开放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对华贸易协定 而北京时间3月12号的上午7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中方牵头人刘鹤 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政部长Steve Mnuchin通话 双方也就对这个关键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磋商 并且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这个现场画面 来特斯斯斯他表示呢 从2016年到2018年之间 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之下 美国的出口成长了12.8% 而在同样一个时间呢 美国的进口增长了14.8% 光光是去年 美国的出口就差不多来到了2.5兆 这么多的产品 是目前美国所有时期来最高的一个数字 他说呢 在去年呢 美国也制造了26.4千个多的这个工作 所以他现在正在介绍 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的政绩 他说到了在WTO当中呢 美国也是十分的积极 并且呢 他表示在跟中国的这个贸易之间呢 美国也是尽了很大的努力 在双方之间试图要找到一个平衡 他认为WTO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 在过去的20多年之中呢 也进行了十分重要的 实质上以及这个意义上面的 不同的意义 他说到了3点这个WTO当中十分重要 大家需要关注的问题 而这都是跟中国相关的 他认为很多的这个WTO的这个成员呢 他们并没有实行旅行 他们所应该要有的义务 就像是一个成分大的经济体 如中国和印度 他们呢 在这个提供资讯上面呢 其实都是十分的不符合规定的 他希望呢 在未来能够跟 所以他表示了 在这个WTO上面呢 他希望在未来可以跟这个Committee 来做出更多的合作 好的所以呢 我们刚刚看到的 就是今天莱特希泽 他在这个听证会上面 他所做出的表示 所以呢 他其实大部分并不是着重于 在跟中国的贸易战之上 不过呢 他主要着重于是在HWTO的这个条规上面 中国是如何在虽然是加入WTO 但是在这当中呢 有很多是他认为不符合规则来走的情势 那所以大家就问到了 这个根据这个中美贸易战呢 目前是谈判是延后了 那很多的说法呢 是应该在月底会有第二次的 双方领导人的正式的谈判 就这样的说法呢 莱特希泽他表示 在昨天晚上呢 他跟Mnutrin已经一起跟中方的代表 进行了谈话 他并没有说这个谈话的这个成效如何 是一个很好的谈话呢 还是中间大家还是有很多的旗舰 那他说到了 如果呢 这个所有大家谈话的内容都要达成 把它写下来变成一个合约的话呢 相信这个合约会是十分的厚重的 会来到100页或是120页 这么样多的页面 所以表示呢 这当中是有很多的议题 是双方都十分关注 并且持续在讨论的 他也表示大家问到月底 是不是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月底是不是川普和习近平 他们会正式的会面 他很明确的说他不知道 但是他认为呢 在十分短的时间之内 大家就可以会知道 中美贸易战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还是一个不好的结果 他用的字就是很简单 就是good or bad in a very short time we will determine 那大家有问到了 那这个时间你说很短 这到底是多长呢 他说we don't have a time frame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制定的时间的框架 他是依据川普总统给他的指令来follow 也就表示呢 今天川普总统他会做出最后的决定 来决定今天这个中美贸易的谈判 是什么时候要结束 而这当中呢 当然也是要依据跟中方的谈判的结果 刚刚也说到了 他们十分关注的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智慧财产权上面的问题 还有像是中国经济结构这方面的问题呢 到目前是还没有 仍然是还没有来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 他们还是不排除要提高 对中国关税的提升 他表示呢 在这个确认北京已经同意 他们所提出的任何贸易的协议的承诺之前呢 他们是不排除要提高对中国的关税的 他的说法是呢 他说It's a matter of negotiation 他说这是谈判 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谈判 但是他也表示对于谈判的内容呢 他是无法透露 表示这是现在正在进行事当中的谈判 在问到了就是说到这个签署的协议呢 他说We are going to have an enforceable agreement or the president is not going to have an agreement 他说在这个签署的协议呢 一定是要可以实际执行的一个协议 否则川普总统他是不可能会要愿意来签署这样子的一个协议的 所以目前呢美国政府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是征收了 中国的商品征收了10%到25%的关税 而川普总统表示他在这个佛罗里达 马拉雅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话呢 希望是可以要讨论贸易的问题 但是目前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谈判呢是已经停滞下来了 呃原本是希望在本月晚点时候进行 但是目前听起来呢是很有可能会到4月初也不一定 那今天Mnutrin他的表示呢就是表示他没有一个实际的时间 一个时间轴在follow他一切都听从川普总统的指示 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呢 如果今天他们无法达成协议的话 那达成签署任何的协议都是没有用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背景资料哦 在这个北京时间3月12号的上午的时候呢 这个中国就已经确认了 他们是跟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Mnutrin 还有这个莱特希泽已经是进行了谈判了 中美之前呢已经举行了七轮的贸易谈判 综合消息表示呢这个时间正逢是在中美贸易谈判的十分关键的节点 这可能会是希望呃这个应该说3月12号的这个通话呢 希望能够平息中美贸易谈判发生变数的说法 也有消息指出原本定在3月27号举行的习特会 目前是确定取消 但是目前今天听到莱特希泽的说法呢 是一切都还是有可能的 并且他强调哦 呃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 他虽然今天在这个呃媒体上面 媒体问到他的时候 他说没有一个time frame 但是呢也表示中美贸易战的谈判很可能是要进入最后一周了 呃有很多的美国主要官员他们表示呢 中美双方他们目前还没有达成协议 又指美方目前还没有计划要组团赴北京的计划 美国的媒体则说呢 中美贸易战现在正面临新的障碍 因为中国官员不愿意在双方达成确定协议前 承诺会举行双方的峰会 中方希望峰会呢 更像是一个签署仪式 而不是可能会破裂的最后谈判 但是今天根据曼勒特希的说法呢 他们还是在等这个北京这边要 针对这个尤其是智慧财产权方面的 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呢 希望要可以达成一个程度的双方的互信 以及一个Mutual Agreement 这样子的话签署这个协议才是有意义的 那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呢 就是白宫经济顾问Larry Cutlow了 他3月9号的时候表示 希特会人会举行可能会在4月 他说呢 中美双方已经开始协议事项的汇总作业 但是还没有达成最终的协议 那Cutlow他说呢 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他认为要达成协议呢 也是一样哦 跟今天这个莱特希的说的一样 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等 结构性方面的问题 双方必须要达成共识 他说呢 他协议将对中国的强制技术转移 网路安全方面做出修正 而美方呢 则会大幅的降低关税 也可能停止对中国的汽车消费品农产品 工业用品等等来征收关税 所以呢 综合了这个前几天的报道 跟今天最新的这个发展呢 目前那个中美贸易战 是不是在一周之内可以结束呢 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 就像这个莱特希泽他说的 他认为一切呢 都还是以他的这个团队来说呢 其实一切都是听从川普总统的指示 那他们认为 在这些关键性的议题上面 如果无法达成任何的协议的话呢 那签署这个合约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是不是在月底 可以达成一个协议 或是月底 是不是都可以知道 这个谈判要破裂呢 他说 他没有办法给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是他也再次确认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 就可以知道这个贸易谈判 会有个好的 还是一个不好的结果 所以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 临时为大家准备的华尔街焦点 谢谢各位的收看 更多消息请浏览华尔街电视新闻网站 www.wallstreetv.com 我是唯一人 我们下次再见